但能关心最新的消息是高雄市在刚刚所发生的一场警匪追气战 两名警察在古山三路上看到了可疑的交车上前盘查 但没有想到车上两名男子立即踩油门加速逃逸 警察虽然立刻对空鸣枪 但是交车还是一路往美术馆的方向逃窜 结果因为车子失控打滑 撞上了路边的交车才停了下来 而在逃逸途中 两名嫌犯还从车窗丢出了三包疑似毒品的白色粉末 在过程当中不但造成了一名警察腿部擦伤 还有一名路人被嫌犯的车子撞到送往医院急救